三十九 中國證券報 上交所公開譴責聲 S.此 安泰及其實際控制人李安民 2015年7月27日公司新聞 A. 十周松林本部記者周松林上交所消息 山西安泰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聲 S.此 安泰在與關聯方發生非經營性資金往來 以及關聯交易應收帳款越歧視信息披露等方面存在違規情形 據此 上交所決定對聲S.此 安泰及其實際控制人李安民 關聯方山西新泰鋼鐵有限公司 以及市任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李猛 財務負責人趙永梅與以公開譴責 對市任董事武輝 張德生 契煥文 董事兼董事會秘書國全府與以通報批評 對市任獨立董事李福林 現任獨立董事羅茲等人採取監管關注的監管措施 上交所查明 聲S.此 安泰存在的問題包括兩個方面 一是公司與關聯方發生巨額非經營性資金往來 2014年 公司在無真實交易背景的情況下 先向供應商支付用於採購原材料鐵礦粉和精煤的預付款 後由關聯方控股股東下屬子公司 山西新泰鋼鐵有限公司從上述供應商儲賊者資金 與新泰鋼鐵發生巨額非經營性資金往來 2014年 公司與新泰鋼鐵等關聯方佔用累計發生金額 佔2014年 活公司淨資產的489% 截至2014年12月31日仍被佔用的資金為17.69億元 佔公司2014年經審計淨資產的118% 公司與關聯方非經營性資金往來金額巨大 嚴重違反了中國證監會關於規範上市公司與關聯方資金往來 及上市公司對外擔保若干問題的通知的有關規定 而是公司關聯交易應收賬款重大如期未及時公告 由於經營情況欠佳 新泰鋼鐵未能按照公司與其簽訂的日常關聯交易協議的約定 在下一季度末前將上季度的應付款項資付級公司 截至2014年12月31日 新泰鋼鐵類計應付公司及關聯方日常關聯交易價款 共計18.19億元 其中如期支付的款項達12.55億元 佔2014年末公司剩資產的84% 金額十分巨大 但公司在新泰鋼鐵未能按其支付貨款的前提下 仍向其銷售貨物 且未及時披露前述貨款重大如其事項 因上述兩項事項 立訊會計師事務所 特殊普通合夥 對公司2014年度財務報告出具料大強調 事項段的非標準無保留意見 認為公司應收關聯方款項金額較大 款項能否收回的結果具有不確定性 同時對公司2014年度內部控制出具否定意見 認為公司未能按照企業內部控制基本規範和相關規定 並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有效的財務報告內部控制